今天就是我回国之后第一次回高中的日子 然后不知道在学校会碰见什么样的人 今天就现在大概是中午11点半左右 然后我到学校就是12点半 大概会正好赶上他们休息什么的时间 然后去学校看看都能遇到哪些同学 然后主要是可以去学校旁边购一下物 然后开心 那现在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出门咯 现在在等电梯 因为感觉又已经好久没有回学校了嘛 就我也不知道 这次感觉回来好像没有那么急迫的想回学校 这也是休息了两天之后又 哇进电梯整个脸的色都变了 就是在家休息了几天大概休息过来了之后 才决定今天会学校 外面今天好像风还挺大的突然发现 啊 看风已经刮起来了 好大呀 我在外面好像光线是自然一些嘛 我也不知道我手机太暗了 已经有点看不清自己手机上自己什么样了 这是小区里面的喷泉 我现在东东觉得它都喷到我身上了 哎呀我真的好喜欢这样刮风的人在外面 是不是风干得太大了 估计可能到时候音效都听不见了 但我觉得这样刮风的时候就会 什么都看上去比较自然 当然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北京录这种Vlog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举着一个自拍棒 这样走在外面 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是神经病 然后我现在路过的这个地方 就这个红房子 就是我的小学 然后觉得北京真的比就是北卡那边要热很多 就回来的时候本来我还带了什么牛仔外套 皮外套什么的 然后觉得回家之后也可以继续穿 但是回来之后就发现真的只能穿短袖短裤了 刚才感觉有一个阿姨在看我 就是走过去了之后专门扭头看了我一眼 好紧张啊 然后我现在从地铁里面出来 马上马上马上就到学校了 但是马上就到学校好激动好激动好激动啊 然后就感觉学校门口的奶茶店 毕生客 魏多美 铜锣谷这些店都还在 然后就觉得其实也挺暖心的 不希望这些店变 但是一想可能再过两年 学校里就一个认识的同学都没有了 也有点心酸 然后这个是叫出门口的熊本熊 这是新朋友们 这次回来最没有想到的就是 咱们裸熊和小黄车成了北京的新时尚 新时尚 然后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我曾经曾经在这里上课的教室 那躲了一只老师 然后这就是我们曾经的书国 那边 这就是这就是我说的 也就像在这边 我说过了 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这就是在家人 在家人 那边 我说 那边 我们在家人 我们在家人 这个就是 我们在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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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这是我们的开放主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一起去新郊关吃饭 新郊关吃饭 玩人多了之后 几次他干都不觉得是傻子了 走啊 那回离家有没有 现在是要来吃牛肉粉 叫浮牛糖 之前就只是听说过 但没有来吃过 今天是第一次来尝 看这家电视频免费加粉 就把这个小盘和碗放在一起就可以加 我觉得大卫王应该来这儿直播 这样就可以吃穷这家店 就要回家了 刚才是吃了粉 然后去逛了一个饰品店 现在还在新郊关里面 看就都是可爱的各种毛绒玩具 然后就觉得逛新郊关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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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幸福 然后碰到一个同学 来到方叔蛋塔 本来我们是看中了 这坨蛋塔 结果就往这边看 看到了有抹茶红豆鸡蛋仔 作为拒绝不了抹茶的我们 就果断要了一个一起分一下 然后我们刚才买的鸡蛋仔 我们刚才买的鸡蛋仔 现在就好啦 这样子的 就绿绿的 然后其实我个人觉得它看上去 没有那么好吃 但希望它有抹茶味道 希望它能好吃一点 然后现在新郊关里面感觉 开了各种各样的 我之前没有品尝过的店 然后最近 之前是因为不知道嘛 然后就觉得减肥吧 先减肥吧 先减肥吧 但既然看到了这么多店 可能最近就会经常过来 吃啊吃吃啊吃吃啊吃 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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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就是我高中 应该是走了三年吧 走了三年的同样的一条路 然后现在毕业又来走相同的路 我还是感觉特别熟悉 现在我们已经下地铁 走到这个民服鱼头小馆 好 然后她马上就要到家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